什么?看到这个视频,真正的老玩家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这些东西,你们还记得它们的存在吗? 第一个最古老的小黑屋,伙伴们虽然说现在也有小黑屋的存在 可是啊,这个小黑屋非常的与众不同 它藏在禁区的边缘,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小黑屋图案非常的诡异 墙上画着各种诡异的图案,这才是真正的小黑屋呀 如果你见过这个小黑屋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 第二个飞龙,飞龙是在小飞机消失过之后才出现的 本来那时候大家以为弹仔派对就是飞龙的天下 没想到啊,只过了一个月 这个载着我们飞行的飞龙永远的被删除 小飞机又回来了,没想到啊,飞龙才是那个被抛弃的人 如果你也见过飞龙,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发出来让我看看多少人见过飞龙呀 第三个足球场,足球场的命运非常的悲催 以前我们经常在那玩耍,后来足球场变成了 家具馆后来又变成了甜心小物 直到现在足球场还没有回归啊 不知道足球场在未来还会不会回归啊 追购 猪独 咪咪咪咪